而积极争取连任的光复乡长林清水 在今天乡待会定期大会施政报告议程中 说明了目前正在推动执行的地方重大建设 并表示推动乡镇业务工作从不靠其机 而是一步一脚印 叫他实地地来执行完成光复乡的乡镇建设 光复乡待会这届最后一次的定期大会开议 今天上午进行乡长施政报告及公所各客室业务报告议程 主席钟玉清其勉代表同仁理性问证与监督乡镇 面对年底选战也有感而发 率领公所各客室主管出席的乡长林清水 在施政报告中除了说明包括目前办公大楼新建在内 正在推动执行中的地方重大建设 他也强调乡镇业务工作的推动从不靠奇迹得来 而是在中央与地方各界的支持协助下 脚踏实地地执行完成 展望未来努力推动乡镇政建的目标 我们给大家一起努力该做事情 该表现的做好 所以感谢我们代表 所以感谢我们正式的代表 通常也好 就是代表会都很和谐之下 开关成他认证到女性 什么建议 看哪边要执教要做的话 一直来拿到台湾 没有什么说吵架 都不怎么好 所以感谢这些研究 当然学习到很多 有机会长说 虽然我不是影响 可是有机会跟各位一起温度 是要感到彼此很光明 当然我们都不是彼此 可是有机会跟大家共同四年 跟彼此美好 跟大陆美好 共同四年 然后也可以学习 做事情 真的有彼此很光明 谢谢各位 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倒数计时 这一届最后一次的定期大会的开议 不论是乡代会主席 钟玉清的开场致辞 还是乡长的施政报告中 似乎都带有浓浓的选战气息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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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